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动物方块的变形玩具 那之前我们只介绍过123还有456的合体变形 这次我们又把123456都进行合体变形 看一下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机器人呢 我们把2号、3号还有4号的变形方块叠在了一起 然后把5号变形方块放到了最上面 转过来之后变成了一个机器人的震身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黄金的变形方块 转到机器人的胸前作为护甲 然后这是1号方块 1号方块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左手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那首先是把它变成方块音的模式 然后把其中的一半合起来 就像这样子 再把它安装到机器人的左手上 大家看机器人的左手就装好了 接下来是6号的方块大猩猩 它也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右手 那它经过简单的变形就可以了 再把它安装到机器人的右手上 6号的方块大猩猩 手是可以伸长的 接下来我们又来变形机器人的头 把王子之键插到机器人的身体里 再通过旋转 那机器人的头就出现了 然后这把黑色的小加龙炮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原来它可以安装到机器人的头上 这样子看上去很酷呢 这把王子之键是机器人的武器 可以装备到左手上 机器人的右手还可以发射呢 让我们来发射看一下 哇 好厉害啊 这样子我们的变形大合体就完成了 那你们都知道 1号到6号的方块分别是代表什么动物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